我們同誌方面都已經做了一個協商 以及決定了在明天早上10點開始 所有往返廣東和澳門的人士 需要持有48小時內作出的民族核酸檢測報告 如果他是澳門居民而沒有持有這個有效的核酸 他就需要即時接受檢測 如果他是一個非澳門的居民 就不能夠入境澳門的 所以所有的措施我們也會不斷因應情況去加強 我們會隨時調整我們的防疫政策